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请收看中佳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中佳新闻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先等你来看金融市政府宣布金融庙口及艾斯路夜市即日起实施人数总量管制 同时间是上线2000人 另外也要求各地庙宇在出入口设置酒精干洗手 并要求参拜的民众要戴口罩 来到金融庙口吃美食 民众戴上口罩是基本配备 市政府还规划了人潮管制点 派出远景及产发出人员站岗 统计容留人数上线是2000人 这边也有两边 两边统计和重计过来都复制 我们的取得多一边 而另一头 市政府人员忙着架设白色隔板 让民众用餐时能够有所区隔 而部分商家对设立隔板的新措施 尽管觉得有些不方便 但商家还是愿意配合 如果一家就真的不好用 还是我们尽量 我们不用隔板的话 我们尽量让客人松开 尽量不要那么紧 尽量让客人做客人 我们现在的话为了要防患新冠肺炎 避免我们的口墨传染 就希望能够让大家安心的 在这里消费 所以我们基隆市政府 我们有去制作这样的一个彩色隔板 希望大家来这边的时候 能够又安心的消费 那看到这样缤纷的色彩 又能够心情开朗 因为现在武汉肺炎影响其实胜剧 所以说基隆市政府提供这个美意 用隔板想要来去阻挡武汉肺炎的蔓延 当然有些家愿意配合 有些店家一定觉得麻烦 只是说我们尽量还是配合 我们市政府的好意的想法 配合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宣布 全国各庙宇实施人流管制措施 就用清安宫实施出入口管制 除了控制人数之外 也加强额温手部消毒 洞先有床 没有拜拜也好 那有时候说 人家坐的时候 金车人家收起来 听起来这些炉床再来收 人家洞一定有一个 如果有几个人进来 没有50个人进来 现在进入庙里参拜都要戴口罩 发烧一律禁止进入 而农历3月23号 国历4月15号也是妈祖圣诞 因应疫情的升温 金融清安宫直接取消了祝寿和平安宴 记者黄绍明金融报道 为了防范新冠肺炎疫情 金融庙口夜市率领全国 进行了人流总量管制 市长林又昌自己评分表示 虽然没有100分 但也有780分 为了防范新冠肺炎疫情 金融庙口夜市率全台之先 进行人流总量管制 一天事半下来 金融市长林又昌表示 自己评分 虽然没有100分 但是也有7580分 庙口夜市总共有18个出入口 管制不容易 虽然管制期间仍然有一些小状况 但是在防疫危险的情况下 为了国民的健康 不能让庙口夜市成为防疫破口 该封时也必须要封 现在防疫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没有任何一件事情 比防疫还重要 所以在昨天呢 我们金融的庙口夜市 在全台所有夜市之先 依照中央的防疫指挥中心的一个指引呢 来进行人流的一个管制 还有分散 那说实在我们在平常的时候 大概庙口夜市 大概都有数万人 即便是在疫情发生的期间 假日呢 同一时间大概都有一万人以上 那在昨天因为进行了 积极的一个管制的一个作为 所以昨天晚上的一个人流 大概就是两千人以下 大概一千多人左右 那我们虽然没有做到一百分 不过金融夜市应该是全台湾 唯一一个超前部署 然后依照中央指引来做 人流管制的一个夜市 虽然非常非常的困难 但是昨天虽然没有办法说有一百分 不过我想至少有个七十五分八十分 是很难得的一件事情 其实妙阁夜市有十八个出入口 非常非常的多 不是像一般的夜市说 或者市场说只有一个两个出入口 它有十八个出入口 而且旁边就是市民生活的这个区域 那所以它的管制是非常的困难 而且复杂 那昨天大概有发现一些缺失 就是比如说三角锥啦 被民众跟摊商来移开 因为觉得不方便 这一部分我们会来做一些改进 那另外就是 技术器的话大概今天也全部都会到位 那摊商也配合这个购置的这个隔板 那另外在今天呢 我们也特别要求 接下来就是 即便是在庙口这么小的一个地方 但是我们呼吁尽量的外带 民众尽量的外带 不要在这边吃用餐 那如果一定要在这边用餐的话 那一定要做梅花座 也就是中间一定要有间隔 那如果不遵守相关的一个防疫的指引跟规定的话 我们会进行劝导 那如果再劝导不听的话 我想我们就必须采取一个比较强制的一个处罚的一个手段 那我要再一次强调就是说 虽然它很困难 虽然难度很高 不过我们基隆市政府呢 积极地来做这个防疫的一个工作 那其实大多数的一个摊伤 大家还有民众 其实大家也都愿意来配合 所以希望大家遵照政府的一个指引 就能维持正常的一个生活 也能够维持大家的一个健康和安全 处罚不是重点 最重要的是劝导 希望大家遵守那个规定 那处罚只是最后不得不采取的一个手段 那另外我要再次强调 就是说现在防疫的工作是最重要的 没有一件事情比防疫重要 所以万一如果大家不遵守规定 不遵守政府的一个指引 万一有疫情发生的话 那必须封的时候 为了所有人的健康跟安全 必须封的时候 我们也会采取这个比较激烈的一个手段 来确保大家的一个健康跟安全 林又昌强调市府会强烈劝导摊伤配合 必要时也会严拟罚者 请民众务必配合共同防疫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新冠肺炎的疫情是持续延伤 不过在市民及市府相关单位人员 积极防疫下 到今天为止 金融市居家隔离的人数只剩4人 居家检疫降低到200多人 林又昌特别自证基金 围绕七区负责居家隔离业务的工作人员 感谢他们的辛劳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延烧 不过在市民以及基隆市政府相关单位人员 积极配合中央防疫工作下 到4月13日为止 目前基隆市居家隔离人数只剩下4个人 居家检疫降低到200多人 林又昌特别到中正区卫生所赠送基金 蔚绕来自七个行政区 七位负责居家隔离业务工作人员的辛劳 我们金融市的一个防疫的工作 说实在做得非常的彻底 而且有效 所以我们整个 本来居家隔离人数最多的时候 有上百人 到目前为止只剩下个位数 只剩下4个人 另外居家检疫的部分 最高的时候曾经来到700多人 那目前也只剩下200多人左右 大概200多人左右 所以是非常的一个稳定 那确诊的案例到目前为止 还是维持在6例 那基本上都是境外一路 所以这是所有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跟所有市民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成果 非常的珍贵 所以我今天特别到卫生局这边来慰问 我们所有第一线的防疫人员 那另外也听听他们在现在呢 在第一线还有哪些的事情 跟困难 需要市府这边来协助跟解决 我相信只要所有市民朋友 大家遵照政府的一个防疫的指引 那大家就可以维持一个 维持现在防疫的一个成果 也能够让大家维持一个健康 跟安全的一个生活的环境 林又昌也听取卫生局长 科长以及防疫人员的意见和需求 希望解决防疫人员面临到的问题 持续严防疫情 维护市民健康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基隆东岸高架桥下 最近常有民众在这里为食野鸽 造成鸽子群聚影响环境卫生 环保局就派人站刚入影搜赠 以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将涉嫌的民众开罚1200元 同时也呼吁民众 不要乱跪鸽子 以免造成防疫的缺口 从环保局基查人员搜赠画面 可以看到多位骑乘机车的民众 趁着停等红灯的时候 在东岸高架桥下喂鸽子 不过这种行为不止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还可能造成疾病传播形成防疫缺口 环保局在每周会有一周两次的一个频率 进行我们东岸高架桥的一个 下面这个洗刷的一个消毒工作 那也在这边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好朋友 因为最近有很多的市民好朋友 会拿所谓的米粒或者是一些飼料 来喂养这些鸽子 那在防疫的一个期间 我们在这边呼吁 这样的一个丢把米粒或者是飼料丢在地上的 这样的一个行为 已经违反了废弃物清理法 那依违法可以处1200到6000元的一个罚款 所以在这边还是呼吁我们所谓市民好朋友 在这个防疫期间 大家要一起为了这个防疫的工作 减少对鸽子的一个喂养 也希望能够环保局在清洗的一个当中 然后能够让整个一个所谓的一个传染病 能够减少传染 然后让整个市容能够继续维持 之前有用沾缸的方式 有三位民众以骑摩托车的方式到我们公安高架桥的下方 进行所谓的一个丢杀米粒或者一个飼料的一个行为 这样丢到地上去而没做清理 一定违反非欺误清理法 我们现在目前都在依法告罚当中 宝保局方面除了依废清法开罚违法民众 也加派人员定期在四周进行消毒 同时呼吁民众不要随意喂养野生歌群 以免成为疾病散播的帮凶 记者张启腾 金融报道 在带你来关心七堵东兴街 车行地下到外的人行天桥 有家长就向金融市议员张耿辉反应 有需要为学生们加装遮雨棚来遮风避雨 张耿辉就特地邀及了附近的金融商 跟汪汪明德国中还有长新国小学校代表 还有金融市政府的相关单位人员 一起来办理会刊 下午四点以后下课时间 金融商工学生大量涌现 有的要走到七堵火车站搭车 或是走路回家 绝大多数学生都不走东兴街天桥 而是直接走天桥下方的人行穿越到过马路 不过到了四点半以后 大量涌现的明德国中下课学生 因为学校有要求 因此几乎所有学生都走天桥过马路 光是不同学校 不同年纪 不同年级的学生 要不要走天桥 就有两极化的不同行为 实地观察学生下课状况是因为有家长向金融市议员张耿辉反应 为在七堵东兴街车行地下道外 这座历史也相当悠久的人行天桥 是否应该为学生们加装遮雨棚遮风避雨呢 但是一旦加装遮雨棚容易脏污又不容易维护 更重要的是平常时间行走天桥的民众更是寥寥可数 因此张耿辉特地邀及附近基隆商工 明德国中以及藏兴国小学校校长和代表 和基隆市政府公务处以及七堵区公所等单位人员一起办理会堪 不过就跟不同年纪不同学校学生过马路的行为一样 意见两极没有交集 因此张耿辉要求基隆市政府应该仔细调查和规划 如果认为天桥使用率不高 就应该计划拆除并且做好下方人行穿越道和交通顺畅的配套计划 如果短期内不拆天桥 就应该加装遮雨棚为学生和民众着想遮风避雨 拆与不拆 拆的话因为整个周遭的整个配套措施 要有一定完善的做准备 包括我刚才讲的 麻烦计刃车排班 还有整个我们交通的动线 这个一系列的安全措施 事务一定要好好的做详细的做评估 那若是不拆的话 我们也不能因为有外观察产物纳购 我们也可以设计比较好的 像其他县市比较好的整个采光照 它能够结合地方的观光产业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项 所以说猜与否不猜与否 我是希望市政府要做一个详详细机的做评估 张耿惠指出身为民意代表 有为民众发声反映民意和监督市政的职责 而市政府则是有为民众解决问题的责任 希望尽快圆满处理好这个问题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慈云寺对于重要庆典 祭祀活动及社会服务 总是不遗余的认真规划 也因此造就了今日历史悠久 信众众多 香火鼎盛的慈云寺 欢迎回到中佳新闻现场 渔业署为了要推广国产好食材 特别斥资千万元 在金融区域会打造了一间设备齐全的食育教室 推广台湾食令海鲜 希望用色香味 鼓励民众多吃国产鱼货 将去骨的白带鱼卷 撒入胡椒盐等调味 再铺上起司条 放入烤箱烘烤 出炉后的白带鱼起司卷 看了令人垂涎三尺 刀尖你要感觉能碰到边边的地方 到鱼肚的地方 对 不要弄破 还有将白肤青鱼剖成两半 清洗干净后 放入烤箱烤得金黄酥脆 最后铺上白米上放入电锅 一起蒸煮 起锅后的米粒 伴随着青鱼的香气 均匀搅拌 就成了一道佳肴 除了有泛的香味 这个鱼的鲜度真的是 混起来真的好吃 真的很好吃 这要又甜又甜又香 一口接一口 吃很多鱼又健康 而这一道金沙透抽 将炸的金黄酥脆透抽 和蛋汁下去一起拌炒 加入辣椒及葱蒜 搭配日式炊饭 让人一口接一口 烤牛的鲜味 还有那些酱料 然后金沙拌在里面 吃起来口感 嚼勁都非常的好 而且吃完了以后 那个嘴巴还有香气 直在渗出来 推展吃国产食材 金融区会 赤子打造 食欲教育 不定期开班授课 将美味的料理 传授给家政班学员 还请来鱼业署长张志涮示范 用白带鱼 白富青鱼 及透抽三种鱼货 料理美味佳肴 这个地方原来没有利用 那我们就跟渝慧这边来讨论 那渝慧就把整个整理起来 那变成一个很好 很现代化的食欲教室 那也让大家知道 除了享受食材以外 其实你在学习烹煮的过程里面 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过程 社区妈妈 社区的助攻员 他们都来学习 学习了以后 把现在的鱼产品最新鲜的最好的 拿来做食材 回去给社区教导说他们怎么做 透过十多课程 让民众了解当季的鱼产 懂得吃当季的食材 用合理的价格 买到新鲜冷冻鱼货 让好吃海鲜兼顾美味 也能吃得健康 记者黄绍鸣 基隆报导 农历三月二十号是祝生娘娘的圣诞 不少信众准备了素油饭 素麻油鸡汤到慈云寺来还愿 也有新婚夫妻带着红枣桂园来拜拜 希望能早生贵子 而除了求子 祝生娘娘还能保佑孩子 乖话听巧 平安长大 祝生娘娘是许多夫妻 其家庭的心灵寄托 农历三月二十号当天 善男信女准备了鲜花素果 前来慈云寺祝贺祝生娘娘圣诞 不少信徒也准备了素麻油鸡 素油饭到慈云寺还愿 很多人来还愿 有鲜花水果 还有那个鱼饭 四麻油鸡 慈云娘娘是保佑生孩子 平安顺产 生下来的孩子健康平安 听着导览志工解说祝生娘娘的故事 从鲜花的颜色到祭品意涵 都很耐人寻味 我们大家可以看得到的 就是上面有12位婆姐 那他们就是负责各施其职 有些负责助生 助男女 还有负责安胎 等等 他们各施其职 那另外呢 我们这边有两位 叫做那个花公和花婆 那他们就是小孩子的保护神 他们可以保佑 那个出生以后 一直到他的14岁的时候 能够很健健康康的 来过着 就是花公花婆 现在都是男女都好 以前我记得以前那个工作上都是 白色的花都是求男生 红色的求女生 你看今天白色 现在都是女孩子都可以 而碰到新冠肺炎疫情 慈云寺也进行了一系列的防疫措施 从入口处的消毒 到人人间隔距离都有所要求 慈云寺为了这个疫情 我们很早就有防疫了 我们尽量都要消毒洗手 还有规定都要戴口罩 另外一年一度的信徒大会 既奖助学金颁奖典礼仪式 也因疫情而取消 但鼓励学子的怨不变 奖学金依旧照发 今年还有台大学子满分的好成绩来申请 令慈云四方相当高兴 我们慈云寺每年都是四月底 开那个信徒大会 还有那个奖学金 自学金 因为自学金就有30名 奖学金也是差不多有30名 加上我们那个 那个办事人员差不多超过150 所以疫情的关系不能办 所以我们把那个信徒大会 今年就取消 可是那个奖学金照发 就是请他们来柜台领 领取 就是鼓励学子要力争上游 不要被环境打倒 有能力时也别忘将爱的力量继续传递下去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位在台北市中山区大直的景翠新村 是有42年历史的老旧公寓 在都更整合过程中 发现有海沙屋的情形 在市议员陈炳甫的协助下 终于顺利进行拆除 未来将新建地上25层 地下3层的水岸建筑 位在台北市中山区大直的景翠新村 是有42年历史的老旧公寓 在都更整合过程中 发现有海沙屋的情形 在市议员陈炳甫的协调下 终于顺利完成相关程序 并且进行拆除 看着原本破旧的房子终于能改建 住户们都相当开心 他当然非常高兴 这样这样的房子能住人吗 后来也因为陈议员的介入 然后都更住了 还有建管住了 那就过来看一看 真的是不能住人 所以那就加速了 这一个案件的推行 所以我们真的很感谢 海沙屋有一个规定 两年停滋使用 三年要拆除 如何在这个短短的时间 领得取得大家的共识 愿意来做这样的一个拆除动作 因为毕竟都是人民的财产 这个事就需要我们的工单位 跟我们地主 还有包括民意代表的协助 来共同努力 因为海沙屋有安全的疑虑 让景翠新村能够在都更审查过程中 加快脚步 而未来631坪的基地 将新建地上25层 地下3层的建筑 并且预计在三年后完工 这个案子 经过我们努力的整合 50几个地主 成果是属于地主所有的 大家都很期待 那我也期待这个案子 在都更不容易的情况之下 我们两年多就把它完成 那这第一栋的超过25层楼的地标 我相信一定公开以后 会收到我们整个台北市的鼠目 由于基地就位在大直水岸 且临近市场捷运 生活机能便利 加上超高楼层的视野 都更后势必成为大直豪宅的新地标 传统文化布袋戏 如果变身成现代化的卡通戏 会迸出什么样的新火花呢 在具有历史人文风情的 薄皮寮街区 文聚峰在此定期举办 布袋戏工艺创作展 传统的布袋戏 怎么会出现唐老鸭的卡通造型 这是布袋戏艺术家蔡长津的创作 将传统工艺结合现代化元素 借此吸引民众的兴趣 推广台湾布袋戏艺术 我做了一系列就是鸭子的造型 唐小鸭的造型 就是用传统的角色 但是它是用鸭子的一个元素去做变化 所以就是可能有一些小丑的 大头鸭 然后有狐狸鸭 各种的一个鸭子 然后用传统的造型 传统的工法 然后去赋予它生命 在国外就是有一些东西 会比较用比较商业 现代卡通的元素 然后说去做另外一个艺术上的一个变化 布袋戏虽是传统文化 许多人对它的了解仅在于 庙宇的仇神活动 文剧方提供了让布袋戏更亲民的平台 希望大家能体会其中的有趣之处 一般布袋戏我们只是会在 比如说庙会 或是一些文化场 那都比较难得的机会 可是我们一直希望说 就在一个就像 一个就像在你的邻居 你的一个街房里面 然后它是一个存在的一个 随时都存在的一个 布袋戏的一个剧方 你想要看布袋戏 想要玩布袋戏 想要摸摸布袋戏 想要了解布袋戏 都可以去接触 或是看表演 那我们这边刚才有 这样的一个特质 所以就可以吸引很多 不管是专程来的 或是经过的 或是观光的 或是国外来的 我觉得这边就像一个窗口一样 可以把布袋戏的这个美 传递给所有的人这样子 蔡长经提到 大家在体验过程 了解布袋戏的难度 会更加另眼看待与看重 也激发他们想要学习这项传统 进而得以长远流传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佳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佳新闻的脸书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 大台北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崔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